缺藥鞠馬 全球上映 連救命藥抗生素都響起緊鳴 製藥強國 瑞士也面臨相同困境 歐盟有九成成員國反應沒有抗生素可用 有幾個西洋國家 正在訪報有嚴重的疫苗 有一個疫苗的疫苗 像是阿俄羅斯堡 還有其他大量使用的疫苗 原物料很大 中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一直是封鎖的 無二戰爭 這個原物料出不來 所以原物料缺應該是造成 全世界有不同程度的缺藥 疫情期間 製藥產線斷了鏈 偏偏又是避用藥品 病毒感染 所以不會發生細菌感染 相反 前五天應該是病毒期 COVID的病毒 但是第五天以後 可能就是一個免疫反應了 那你可能會用類固醇 一用久了就是會產生細菌 抗生素是勢必可能就是會用上 撐過三年多疫情 以為恢復平靜 但當時一起對抗新冠的抗生素 卻成為一顆隱形炸彈 開始悄然無聲地倒數計時 病人它的痰疫的培養 那它裡面長出來的這個是 克雷白氏肺炎感菌 本來應該是這十幾個藥物 都可以治療這個菌 有十一個藥物都是resistant 它只剩下三個藥物可以選擇 克雷白氏肺炎感菌 是最多人感染的細菌之一 十年前它對最強抗生素的抗藥性 只有一乘四 現在增加兩倍 還有院內感染最常見的 暴氏不動感菌 本來就有七成多患者會出現 抗藥性 現在變成八乘二 沒有藥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往更後線的藥去用 更後線當然是抗藥性就會更高 所謂後線藥物是廣效抗生素 一次能殺死多種細菌 窄效抗生素則屬於優先選擇的 前線藥物 直接治療特定細菌 但當窄效出現抗藥性 就只能往廣校找 偏偏這類抗生素 常年來乏人問津 長久以來 國際藥廠就是不太願意去生產抗生素了 因為抗生素就是很快地 就會面臨抗藥性的問題 讓這些國家 讓這些藥廠就沒有立任可得 所以它免得去發明癌症 有用藥免疫的用藥等等 國內抗生素現況沒有短缺通報 也都有替代藥物 但在醫師眼裡這是另一個風險 可能你替代的藥物是比原來的藥物 它的療效可能是比較差一點 或者是它的副作用比較大 我們現在都在穩定地控制這些國產的生產 或者是輸入的這些輸入量 有一直在跟藥商宣導說 這個藥品要妥善地分配到各個醫療院所或者是社區 專家呼籲如果國際有產出新的後線藥物也要趕快進口 否則強力抗藥性將成為健康天敵 到了2050年恐怕一年會有3.3萬人死於抗藥性 這場無聲大意正在席捲而來 大愛新聞 林怡婷 李建宽 林立一 台北報導